这条男人大喊着救命 说自己快被烧成烤乳猪了 消防员赶紧顺着云梯爬了上去 结果男人突然从窗户里跳了出来 差点就把还没站稳的消防员当场送走 好在有评论区狗头的保护 消防员这才成功地爬了上来 男人说他的老婆还在里面 没想到这家伙竟然抛弃老婆自己跑了出来 消防员立刻冒着小小的大火撑了进去 仅仅找了三个多小时 就在床底下发现了昏迷的女人 消防员赶紧把女人送往医院 然而事后媒体的报道却是 英雄丈夫从火灾中拯救了老婆 这可把一群消防员看得是十分的懵逼 见过不要脸吧 但像男人这样的还真是头一次见 就在他们大骂厚颜无耻的时候 男人突然来到了消防局 向消防员表示了救命之恩 并且说媒体上都是记者普遍乱造的 接着男人掀开衣服露出满身的疤疤 原来在他十几岁的时候 家里发生了严重的火灾 这点男人的心里留下了十几平方的阴影 在对他家进行起火原因调查的时候 消防员发现有三个不同的位置同时起火 这肯定是人为的纵负 看来一切都只是男人的阴谋 他为了得到老婆巨额的保险赔偿 竟然干出这样的事情 等待他的僵士监狱的缝纫机 紧接着又一个案件发生了 年纪轻轻的女孩攀岩石掉了下来 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就在遥远的刚刚 消防员接到救援任务 有人从高空掉了下来 男孩表示他们在攀岩的时候 绳子不小心从他手中滑落 消防员抬头看了看 好在只有几十米高 但是好奇的消防员有些好奇 这个地方已经打烊了 他们两个人是怎么进来的 男孩表示为了节约两块钱的门票 所以是偷偷溜进来的 他们希望消防员不要报警 否则回家肯定会被友好的教育一堆 就在这时 消防员发现女孩的耳朵里有红色的液体流出 上过学的他们一眼就认出那是极粉业 从颅骨和大脑撕腰区的间隙中流出来 评论区输入治愈两个字就能触发这个特性 不知道的抓紧去试试吧 消防员让女孩尽全力握住她的手 然而女孩却没有丝毫的反应 这一下麻烦可就大了 她可能出现了一种叫体内斩首的症状 慌张的女孩开始慌张起来 因为体内斩首说白了就是头颅与脊椎分明 消防员迅速拿来了担架 在固定住女孩的脑袋之后 慢慢的迅速把女孩放在了担架上 然后再用头枕把她的脑袋固定住 接下来就只能交给专业的医生了 所以玩攀岩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护 紧接着又一个案件发生了 男孩骑电动车闯红灯 结果为了躲避汽车 直接飞到了窗户上 差一点就被分成了两半 消防员本以为男孩已经躺斑断 却没想到男孩突然大喊了一声救命 消防员瞬间被大大的吓了一小跳 他们赶紧替男孩检查起来 发现他的呼吸短促脉搬很快 必须快点把他送去医院 否则要不了多久他依然会凉 但是现在他的整个大腰子都插在了玻璃上 如果直接将他抛下来 估计他照样也活不了 仅仅商量了两个多小时 消防员就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他们决定先把男人固定住 然后直接割断下面的玻璃就塌下来 就在消防员进行救援的时候 吃瓜群众拿起手机就拍起了视频 想借事故蹭一波流量 但是消防员可没有那么好的脾气 立马让他有好的果果去 结果人家当没听见一样 消防员也只好亲手教他如何做人 没想到刚处理完这一个人 一转身就被另一个看见到的司机撞倒在地 好在车速只有180买 消防员并没有什么大碍 很快男孩身下的木头就固定好了 消防员拿出玻璃刀轻轻地用力一会儿 就成功地隔断了玻璃 等待男孩的僵尸医院里免费着WiFi 所以说骑车的时候千万不要闯鱼灯 遇到事不发生的时候也不要上前凑乱了 不要钱的小星星记得点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